广东的第一后卫将要无缘本格赛季的 然而杜丰马上就安排了35分的超级得分手 让他来接帮赵瑞的位置 朱芳瑜也将会拿下小前锋 来作为广东队冲击冠军的重要筹码 那广东队接下来将会迎来复苏 迎来访超的 到底能否做到呢 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尝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共同跟大家分析到 现在的广东红领队呢 无常比赛输到了三场 可以说呢 作为过去的未免冠军 那真的是说不过去 毕竟呢 直到如今 也有不少球迷呢 纷纷提到了 难道说广东红领队本格赛季就打不下去了吗 但是 其中我们要了解到 广东队之所以面对辽宁队呢 输了20分 之前的比赛呢 输给了山西队 而且呢 也输给了浙江广萨队 那其中呢 跟球队当中的核心主力受伤 以及呢 跟赵瑞 还有舒伟等人的缺证 有很大的关系的 按照如今的情况来看 广东红领队呢 遭遇到了一个坏的消息 那就是赵瑞 很可能会长期缺席 接下来的四杯比赛 很可能会无缘 本格赛季的比拼了 要到季后赛呢 才能争取重新复出了 那么到底是为何呢 那么我们根据赵瑞 目前的情况来看 原本呢 赵瑞是作为黑龙江人的 只不过呢 他来到了广东红领队 东广清训的队伍 手把手的被培养了起来 那么他是非常感谢 他的恩师朱方宇 另外呢 还有感谢杜峰的 所以说呢 赵瑞啊 在他个人的角度来看呢 其实他是一位 非常有情有义 同时呢 港拼港冲的主力球员的 但是直到如今 赵瑞呢 因为他个人的家务事 所以呢 他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接下来呢 很长一段时间了 大概率呢 是不能登场打比赛了 而杜峰跟朱方宇呢 也非常体谅赵瑞 也知道呢 赵瑞啊 接下来呢 他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去处理他的家务事了 这也是可以体谅的 但与此同时呢 作为广东红领队来说 是不可能控制这个位置 没有核心的接班人了 所以说呢 杜峰啊 马上就为宇筹谋 做出了准备 其中包括了 将要拿到35分 其中就包括了 广东红领队呢 还雪藏了一只 超级大黑马 他就是广东红领队当中 非常优秀 同时呢 也是在场军的总决赛弹中 能够拿到35分数据的 汤杰 汤杰呢 作为以往的比赛当中的 一名核心后卫得分手 那么他有一个称号 叫做什么 汤神 毕竟他作为湖北队 以往在总决赛弹中 能够拿到35分数据的 后卫得分手 他直到现在呢 依旧是确定了 留在广东红领队的 那么距离汤杰他的 登场打比赛 仅仅差一个注册名单而已 广东红领队呢 接下来将会完成 汤杰他的名单注册 而这就意味着 汤杰就可以回归到 赛场上面来的 对于汤杰他的回归呢 无疑将会很好的去取代 赵瑞的位置 同时呢 对于马上布鲁克斯的位置 汤杰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过来的 如果大家有认真观察 汤杰以往的比赛 你会发现 他在球场上的这种拼近 这种狠近 那真的是 作为过去比赛当中 可以跟赵瑞跟马上布鲁克斯 来进行匹敌的 毕竟过去的比赛当中 汤杰他的发挥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他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球员 另外呢 包括了朱方宇 他也将会拿出身高2米02 非常优秀的王童小前锋 王童作为非常优秀的 青年战队当中的扣篮王 他在球场上呢 是可以轻松的王臣爆扣 甚至呢 可以隔扣对手了 所以说呢 接下来呢 朱方宇将要拿下王童 这名小前锋 外加上了汤杰王臣注册 哪怕说赵瑞 他现在呢 要处理家务事 长期缺席比赛 也没有很大的关系 汤杰可以取代他的位置 另外呢 王童还可以去补充 广东红预队前锋的位置 能够去隔扣对手了 所以说呢 接下来的红预队 依旧具备争夺冠军的实力了 大家是否支持和看好 红预队能够继续为美式灵冠呢 关注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尝一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呢 继续跟进探讨 下期